大白菜與配料一同燉煮 起鍋後撒上滿滿蟹肉 青蔥香菜 隱身盤移的金黃炸物 造就了這道宜蘭獨特的出炉菜 同樣以大白菜為基底 吸爐肉與白菜乳的差異 在不可或缺的蛋酥 要炸到酥脆口感充滿蛋香 接著鋪在盤底 吸收魚皮 蟹肉 XO醬等海鮮食材的鮮美 讓陶客絲絲念念 來宜蘭沒有吃到那道菜的話 就好像沒有來了宜蘭 宜蘭這間老店不同於一般店家 將吸爐肉勾芡 而是選用清湯里程餡 它把蛋酥炸到酥脆了之後 它再加入湯裡面 它我們是整塊整塊的 所以它的口感上一定會比較 更多層次之類 吸爐肉豐盛配料 尤其蛋酥得起大鍋才能炸得好 家常版省去這步驟 就是常見的白菜乳 五花肉跟肉絲都可以 下去煸香 一般的吸爐肉呢 其實它的差異性就在它的配料 那白菜乳就很傳統的 就是一般的就是白菜啊 肉片啊 五花肉片啊 肉絲啊 蝦米這些基本的基底 花蓮這間餐廳用大白菜搭配蒜末 胡蘿蔔 米酒等簡單食材 凸顯蔬菜的原味 小火熬煮最後勾上薄芡 讓鍋中各種食材風味 白菜相互結合 肉的顧名思義就是要吸乾 要時間下去燉煮 起鍋前才加入乾香菇 豆皮 吸收白菜的甜提升口感層次 加長白菜乳就能上桌 便比吸爐肉滿滿海味中夾帶蛋香味 是許多大廚的Chulo菜 白菜乳是家中餐桌 扒飯的好夥伴